美军开始在许东北部德拉卡省沙达德地区,新建新德军用机场,目前美图正在脚落,土耳其开始对驻土美空军诸多限制, 美军是准备用叙利亚军用机场替代土耳其的美军空军基地吗?还是有其他作用?美国在叙利亚建设军用机场,与在土耳其的军用机场毫无关系,更不存在取代土耳其军用机场的作用,土耳其的英吉尔利克军用机场是在被决议的体系下的,而目前美国在叙利亚的新德机场则是美国基本一家的,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, 土耳其地理位置就是叙利亚根本无法取代的,美国以北约德的名义驻扎在土耳其的英吉尔利克空军基地,而这正主要是得益于土耳其优越的地理位置。 土耳其是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国家,在欧亚两洲的交界处有波斯福鲁斯海峡,达达尼亚尔海峡的出去黑海的海拨通道,而这条通道恰恰是俄罗斯黑海舰队出入地中海的必经知道,那么拥有土耳其,就等于控制住了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出路,而这个闸门恰恰却在以美国为首的卫约手里, 这也是北约当时为什么要吸纳土耳其作为其北约成员国的重要基础,作为土耳其境内的英吉尔利克空军基地,是以北约德的名义驻扎的,在这里不但美军可以派出大量的先进战机和防空导弹,同时又可以对黑海和地中海两岸大俄罗斯舰艇进行侦查和监视,而暂时完全可以取得该地区的制空权。 在当今的军事作战中,制空权是首先想要获得的,那么土耳其的北约军事基地,自然就是北约为了在俄罗斯的南大门上安排的哨兵,战时就是打击俄罗斯的先锋,这样的空军基地对于北约来说在地理上十分重要,只是可惜美国特朗普政府这么一搅局,却让这样的有利为止,变得不再长久。 变利亚美军修建新德军事机场,应该是美国整长的军事建设,毕竟美国在变利亚东部,扩的武装占领区,已经建设了近二十个军事基地。 那么在在该地区,附近建设军用机场作为扣勤保障,就是顺理承瞻的步骤了。 在变利亚政府军收复各地反弹武装的大好形势下,美军在变利亚,又法拉底和东部的库尔德地区,修建大量的军事基地,和这次的军用机场建设,都表现出美国想要长期霸占变利亚,又法拉底和东岸地区。 并且并不想承认变利亚战场上的失败,进而让库尔德武装继续造成变利亚国家事实上的分裂。 美国如果要撤出土耳其的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,也根本不需要在变利亚再重新建设一个新的空军基地,因为美国大可以把该基地的军事武器设备转移到其他的空军基地, 比如中东地区的道远局势基地,或者说科罗比亚的北约局势基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